大家好 現在這個車子 這種消光 霧面的coating 越來越多 那這種coating 它就摸起來是沙沙的 那當然 增加質感之外 可是它就很容易 卡落散 所以 像我們有時候會用牙刷 甚至用牙刷去刷 那你還不見得都能夠刷得乾淨 尤其是很多部位 就會看起來這樣白白的 這不見得是你的蠟 但是好像 就有點像氧化一樣 它就白白的 那這種情形就越來越嚴重 那引擎要烤漆也不是那麼的容易 你總不能整顆拆下來去烤 那 一般的烤漆也沒辦法耐高溫 像這一罐 就是這種Clear Coat 這一罐是 我自己非常喜歡用的東西 我不是來跟各位推銷 只是來跟各位分享 我怎麼去對付這種東西 那身旁這個是火箭 我們來看一下火箭 火箭這裡啊 正好就是輪胎會去噴到的地方 所以你看我維護的還不錯 我把龍頭反打過來 給各位看 其實我這邊維護的還不錯 但我現在還沒有噴喔 就之前噴的然後去環島回來很髒 整個洗乾淨 那我們來看側面這邊 側面這邊 這台車已經兩年了 其實我顧得還不錯 那我現在因為有噴過 然後已經又經過環島 然後回來又洗過車 你可能會覺得它的coating 應該已經很弱了 那我實際上 我來示範看看 你可以看得出來都已經沒有了喔 但是 它的那種 吊在上面的持久力超強的 你有沒有看到那種 撥水效果 對不對 有沒有 它是霧面的喔 霧面的喔 完全滑落 完全不會吊水喔 那它的好處就是說 比如說 我在環島之前出發的時候啊 我先把它噴過一遍 我們出去那麼多天 難免會遇到下雨啊 或是經過那種爛泥巴路啊 那 它就有一個防護的效果 就不會這樣卡拉散 那你回來的時候也比較好清 那 我用後面這台車 我們實際來示範一下看看 你看 我一邊 一邊有噴一邊沒有噴 好 這邊 這邊我不噴 我噴這邊 先來做一下看一下差異 它很簡單 當然這個東西不要去噴到碟盤 噴到碟盤你可能真的撒汁會沒有 你看 你看它整個那種光亮度就出來了 那如果你噴得太厚的話 就稍微這張布稍微走一下 稍微走 布稍微走一下就好 它不是細油喔 你不要想到這細油 它不是細油 可是你會覺得 整個變新了 我們看旁邊這個 白白的有沒有 白白的 對不對 然後它有那種縫 這個縫你應該都清不到 那你要靠哪一個 我們進來我看旁邊 這個縫 這個縫有沒有 這裡都超難清的 你也沒辦法洗 好那我現在噴這部分給你看 這些縫就是要靠這一罐 然後裡面清不到的地方 對不對 好全部走一遍 稍微走一遍很快 而且啊 最重要是它耐高溫 好你看我現在倒水 看到水 我們在鏡頭去看這個水煮 沒掉對不對 沒掉 完全滑掉 對不對 我跟你講最厲害的是啊 哪怕是那種鮑魚 下大雨 它可以承受大概三到四次 也就是說我這樣弄一次的話 大概可以維持一個月 那你整個引擎看起來就很新啊 這一罐真的超好用的 我在講我不是來推銷 但是 就是 就跟大家分享吧 這種黑車子超難顧的 有專門在 對應它的東西 你如果想買這種東西 我知道在哪裡買 你就跟我聯絡吧 OK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